就如大多数的游客,老尼尔森在夏威夷的生活过得悠游自在,从高尔夫开启一天,再从喜酒结束,老尼尔森完全沉溺于人间天堂之中,老尼尔森在高压的球场上历经了30年,准备好拥抱美满和放松的退休生活,在贸易岛上抽着雪茄,看着海浪,但达拉斯小牛队和二老板却有别的想法。 1997年,他们正在寻找新的球团总经理,而老尼尔森一直是在名单的最上面出现。当时我们听到联盟的谣言,老尼尔森在夏威夷上过得非常快,对其他工作一点兴趣也没有。 但当我们联络上老尼尔森,这完全是错误的消息,他人生的任务都在球场上。当德州的亿万富翁罗斯从唐卡特买下小牛队后,他和二老板立刻想到他们需要一个真正懂篮球的人来运筹为我。 1996年选秀,在老尼尔森加入前,小牛队连科比都没有讨论过,这是最简单的说法来理解。 当时我们有多落后,二老板表示,尽管当时不确定能否见到老尼尔森,但二老板还是悄悄出发去夏威夷一趟,但立刻发现,这趟行程绝对是NBA历史上最幸的秘密计划。 我才刚登机,驾驶就出来跟我说,二老板先生,祝你和老尼尔森谈得愉快,我们连机场都还出去噎,肩负重任的二老板整趟旅程不断遭受打击。 刚到夏威夷,就收到老尼尔森对当时小牛队最直白的评价,你的球队烂透了。 二老板只能回答,我不希望我飞了这么久,结果你告诉我我早就知道的是,虽然历经波澜,但二老板和老尼尔森的关系渐入加进,不但在未来四年成为球团行政上的最佳拍档,也做了或许是小牛队队史最重要的一件事,并造就了小牛队的霸业和队史第一座NBA金杯,选入诺维茨基。 在诺维茨基进入小牛队的蓝图之前,老尼尔森要先面对眼前的难题,1996-97赛季小牛队的3J基德,贾马尔马什本和马克杰克逊,计划彻底失败,分崩离西是一组杂排军,1997年2月7日,老尼尔森走马上任,整个赛季下来,球员来来去去,多达27人曾经呆过小牛,最后仅有以24胜58负结束赛季,第一天就任总经理,老尼尔森没有新官上任, 上任三把火,他走进休息室,问在场所有的球员,有没有人想到其他地方打球,出乎他的意料之外,有超过四分之三的球员同时举起了手,我们必须得交易很多球员,我不想要球队上没新的球员。 老尼尔森表示,我们唯一相信有新的球员是Michael Fennig,我们把基德,马什本和马克杰克逊通通交易出去,重新整肃球队,二老板表示,老尼尔森跟我说,我们必须从头来过一次,同时,小牛队的未来已经在老尼尔森掌控之中。 老尼尔森儿子小尼尔森在欧洲探查时,第一次看到诺维茨基的比赛,就被年轻的德老深深吸引住,但当时老尼尔森抽不出时间去欧洲看诺维茨基,一直到诺维茨基来到美国一周,分别要到达拉斯和圣安东尼奥接受视讯,老尼尔森每天都到场观察诺维茨基练球, 这个小孩有机会引领篮球迎接近一波的变革。老尼尔森如此告诉二老板,有了进一步的认知,老尼尔森担心诺维茨基的表现和能力会引起太多的关注,而是游说诺维茨基不要去圣安东尼奥,老尼尔森甚至把脑筋动到诺维茨基的教练,确保诺维茨基没有去其他球队视讯,老尼尔森的死缠烂打策略也还算成功,我们试着把它藏起来,我没有花时间研究高中和大学球员, 但我从没看过任何年轻球员的能力比他高超,老尼尔森挡住了其他球队,唯独马次,诺维茨基仍一原先的计划到圣安东尼奥,并在一场对上美国高中球队的比赛中轰进33分,一举跃进了个对球探的雷达中,让小牛队在1998年的选秀举步维艰,藏不住诺维茨基,面对誓言要在第十顺位抢下诺维茨基的凯尔特人及其教练皮特诺,小牛队制服组只能透过稠逆的计划来确保得到诺维� 诺维茨基,小牛队先和公路队以及太阳队交易,当时小牛队握有第六顺位,他们先选了特雷罗,公路用第九顺位选进诺维茨基,并在第十九顺位选进帕特加里币,随后小牛用特雷勒一举换来诺维茨基和帕特加里币,再把后者交易到太阳换来那时,老尼尔森这一轮的操作被遇闻是最抢劫的交易之一,看着一头白发的诺维茨基,小牛队不仅选进了他们要的人,也得到了未来新希望。 一开始诺维茨基的起步也历经挫折,但在那时和分力帮助之下,一步一步成为NBA史上最强的成人,诺维茨基在2011年带领小牛队击败热火队的三巨头拿下总冠军,13度进入明星赛并成为NBA唯一六位拿下生涯3万分的球员。 当时我以为我们有机会得到一位明星球员和重建的基石,当时没有人会相信他能拿到3万分,但我始终深信他会是很棒的球员。 老尼尔森表示,征战联盟二十载,诺维茨基还没有任何的退休计划,小牛队也一样,7月时他和小牛队重新签下两年一千万的合约,而一切都是从夏威夷开始,我为他感到非常骄傲,他的人生和篮球成就都非常精彩。 祝一,2000年1月,库班正式入主小牛队,老尼尔森继续当总教练。 2004年夏天,老尼尔森和库班闹翻,老尼尔森挂冠球去。 祝二,2007年季后赛,老尼尔森带领第八种子勇士队,击败第一种子小牛队,在老东架身上造就老八神话。